趁着夜色摄影团队聚在樱花树下捕捉美丽的瞬间 但下一秒这个动作却引起中国网友愤怒 我们一般去管你的话可能会跟他们说不能摇晃 原来日前中国航洲最佳有一群网红团体 在一颗百年樱花树下取景拍片时 竟然为了营造浪漫樱花雨的效果 用力摇晃樱花树枝 没功德性的做法引发不少中国网友大骂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痛批毫无素质 他们真的太自私自利 直接得封杀杀一紧拜 人工制造樱花雨的缺德行为 不但在中国网路炸锅 甚至延烧到日本媒体 网红团体赶紧灭火道歉 看在日本网友的眼里更直呼 为受伤的樱花树感到心疼 只不过类似的行为在中国屡见不鲜 江苏常州也出现好几位大妈 同样为了樱花雨纷飞的美照 公然摇晃樱花树 两相对照自私行为让人摇头 三里新闻 魏人军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与众所侯